这个女人19岁就成为世界冠军 她的妹妹17岁成名 她的弟弟21岁拿到金腰带 一家出了三位格斗天才 但在一年之内 一个去世 一个退役 元龙李氏三兄妹的时代 以悲伤的方式落幕 北京时间2023年9月30日 万冠军赛原子量级MMA冠军李胜珠 扛着自己的金腰带走进元龙 这是自去年12月份 她的妹妹去世后 李胜珠首次回到赛场 不同的是 这一回她不是为了未免 而是宣布退役 将自己的金腰带留在了铁笼 李胜珠1996年出生 自幼练习格斗 她的父母也都是格斗出身 19岁时 李胜珠五回合击败山口牙生 成为万冠军赛史上首位原子量级冠军 也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MMA冠军 随后李胜珠在该级别五次未免 彰显了强大的统治力 李胜珠曾两次升重 试图成为双冠王 但不敌熊敬男 当然熊敬男降到原子量级 挑战李胜珠 也没有实现双冠王的梦想 27岁的李胜珠在当打之年选择退役 其中必有她自己的难言之隐 李胜珠有一个妹妹李胜慧 李胜慧出生于2004年5月 还不到17岁便签约万冠军赛 2021年一年就打出三连胜三场终结 很多人认为他会打破他姐姐的记录 但是2022年李胜慧没有参加比赛 2023年1月传来噩耗 李胜珠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李胜慧去世的消息 离世时间在2022年12月底 年仅18岁 万冠军赛也将每年的1月14日定为李胜慧日 以此纪念这位不幸离世的天才选手 最开始李家没有公布去世的原因 后来李胜珠创建了心理健康慈善机构 才透露了自己妹妹离开的原因 是自己选择了轻生 李胜珠还提到自己在2017年的一场车祸 那场车祸差点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李胜珠后来才说车祸不是意外 而是自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年少成名 20岁就站在顶峰 但接踵而来的是各种精神压力 致使他甚至想用极端的方式来逃避 李胜珠在自己关于心理健康慈善机构的网站中写道 没有一场战斗需要孤军奋战 致力于心理健康是他如今更想做的事情 李胜珠还有一个弟弟李胜龙 李胜龙出生于1998年 21岁登顶万冠军赛 24岁成为万冠军赛的双冠王 2018年2019年 李胜龙每年要打三到四场比赛 去年与前年 每年也都会征战两场 但自从去年年底妹妹李胜辉去世后 李胜龙也没有比赛安排 不知道是受妹妹去世的影响 还是有伤病在身 一家姐弟妹三人 每一个都称得上格斗天才 三位选手还都处于职业生涯的黄金期 或者上升期 但短短的一年时间内 一个轻生 一个退役 一个放缓了比赛频率 李氏三兄妹的时代 以这种悲伤的方式落幕 也真是令人惋惜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